去打《将僵尸国度》第二集 这是第九集 第九集开始 一个女性没命地往前跑 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个嗜血丧尸 而后一道亮光从天而降 丧尸被照在其中 片刻中后 丧尸被分解得支离破碎 女人看着头上的不明飞行物 一脸惊讶 接着镜头一转 过轮一行开车经过这里 他们的车子不知被什么影响出现了故障 所以有一道亮光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亿万猜测是外星人 莫非不置可口 不明飞行物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后 汽车重新恢复了动力 过轮一行继续前进 天亮后 他们发现前方有奇怪的东西 凑过去一瞧 是一些机械残骸 但不像是飞机或直升机的 就在他们探讨究竟是啥的时候 几时丧尸扑来 几人熟练的将丧尸解决 因为需要补充物资 他们决定去前面的小镇 小镇有人类幸存者 这里的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有个叫伯纳特的女人 自称可以和外星人交流 伯纳特一看到莫非 就说她是外星人要等候的人 伯纳特让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食物 这时 一个奇怪的男人靠近他们 说自己跟他们一样 只是路过这里 通过他的观察 觉得这里的人 所信奉的外星人是假的 并奉劝沃伦他们 赶紧离开这 说伯纳特会害的他们 伯纳特得知他们需要物资 无线电等东西 他说自己知道哪里有 于是伯纳特带他们 去了所谓的外星人基地 可惜什么都没找到 之后伯纳特跟他们 讲了自己被外星人救了的经历 和在哪儿听到外星人的声音 伯纳特想让他带他们去瞅瞅 于是伯纳特带他们进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急速降落的升降体 伯纳他们被吓得不轻 但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队伍 所以很快就缓过审代 来到第二室 他们果真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伯纳特非常喜欢听这些声音 他疯了般的往前奔跑 伯纳他们赶紧去追 转角尽头 他们看到一个奇形怪状 穿着盔甲的东西 伯纳特坚信这是外星人 然而见惯了僵尸的沃伦众人 认为这是僵尸 所以毫不犹豫的相机开墙 普通子弹无法穿透盔甲 意外用狙击枪 爆了一次外星人的脑袋 外星人被杀后发生了爆炸 残碎的血肉 让沃伦等人艰辛 盔甲内是也和常人一样的血肉之躯 所以他们对是否存在外星人 产生了怀疑 这位埃迪发现了交互式的高科技系统 虽然从未见过 但埃迪觉得 它是人类发明的 沃伦让多克和莫菲 留在这里陪埃迪研究 剩下的人去找其他的线索 走着走着 他们又碰到了穿着盔甲的东西 交火过程中 伯纳特被抓走 他们赶紧跟上去救援 路上 伊万捡到一把电磁墙 最后在一个仓库 找到了伯纳特 伯纳特沐浴在亮光之中 波伦等人不明所以 听到生响的爱迪三人赶了过来 飞蝶在天上盘旋两圈 之后朝莫菲射出光照 莫菲被亮光吸引 走向飞蝶 波伦上去阻拦 但被飞蝶射出的电子弹击退 伊万用电磁墙打了飞蝶以下 飞蝶立即欢迎颜色 伊万丢到电磁墙 望张躲避 莫菲和伯纳特被飞蝶吸引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两人无意识 沃伦捡起伊万丢掉的电磁墙 然后将威力挑到最大 之后一枪打中飞蝶 飞蝶受创 光照消失 沃伦和伯纳特恢复了意识 飞蝶摇晃几下后 在不远处坠毁 众人接近坠毁的飞蝶 看到一个外星人在地上挣扎 沃伦上前揭开外星人的铁面罩 恶然发现 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临死前 他告诉伯纳特没有外星人 他只想带走伯纳特而已 这个人死后变成了僵尸 伯纳特亲自了结了他的生命 伯纳特回到了幸存营 他不想打破信徒 对外星人美好的想象 于是找了个借口搪塞他们 沃伦一行 继续开车上路 前往加利福尼亚本集完 好了 本期